9月23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多项便利来港措施 其中,从海外或中国台湾地区由机场来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由现在的3加4改为0加3 即取消强制酒店检疫,只需居家医学监察3日 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许舒昌在接受中兴社连线专访时表示 这一措施的颁布有相关医学数据的支持 香港来说,又经历过年头的第五波 又差不多估计是七成的人口是受过感染 再加上近月,我们的接种率就大大提升 现在一针整体来说都有94%,两针都90%,三针都有77% 再加上之前有不少人感染过新冠 所以产生的那个混合保护是可以减低到我们确诊个案 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大爆发的机会就不会了 因为你看到香港这几个礼拜就算海外入境那些 那个个案占的比例都是很低的,少过2% 许舒昌预测,这一便利举措将会吸引更多港人外出旅游 而对香港的新冠疫情局势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转了0加3之后呢,就多了香港人会外游的 但是因为不少香港人都已经打了针了 所以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还有你仍然都是要他做了这个快速测试才可以是上机回来的 所以就对香港那个影响就不大的 那么香港那个疫情呢,我相信就会类似新加坡 那么以我估计呢,香港就可能都是会 去一两千钟之间徘徊一段时间 然后才再慢慢回落 许舒昌认为,长期来说香港需与海外完全通关 即实施0加0的简易政策,才能与其他国际城市竞争 相信特区政府可以逐步达到这一目标 长远来说香港是要0加0才可以与国际城市竞争 那么我相信政府都是会谨慎一些 虽然说你头过三天你都找到大部分的个案 但是仍然都可能会有接近两成的个案 是第三天之后才发现的 但是如果走了0加3之后 没有引起香港的个案再上升呢 我相信政府是可以逐渐走向0加0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